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下古灾之后 美国联准会的降息展望要怎么看 首先来讲一下这一次股灾等于是为美股接下来的四个月 从9月到12月打下基础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展 怎么个意外化呢 因为当初是担心经济会陷入衰退 所以出现恐慌性抛售 那么理由找说就业报告的数据啊 或者叫做这个巴菲特在卖股票啊 或者说日本央行在升息啊等等 找了一些理由 但是重点是行情出现跳水式的下沙 连续两天 8月2号黑色星期五 8月5号黑色星期一两天 好 结果产生一个意外效果 第一个恐慌情绪得到释放 卖压得到宣泄 第一点 第二点 这是一个涨的时候慢慢涨上去 跌的时候跳水式下跌 这叫缓涨急跌 这是多头还是空头的架构呢 答案是这是多头的架构 多头行情的时候 涨的时候一步一步 跌高慢慢涨上去 跌的时候 哟 这个自由落体 快速下跌 这叫缓涨急跌 这种市场架构是多头 不是空头的 好 然后先要讲 因为这样的突然下沙 引出很多停损卖单 然后呢 那个让恐慌情绪得到宣泄 卖压得到宣泄 它产生一个效果 叫做洗盘 它等于变相的用恐慌情绪 来进行涨多之后原本就要做的工作 叫做洗盘 洗盘以后筹码得到整理 方便之后继续向上进攻 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工都没有整理筹码 都没有重新整顿的话 那么市场的预期会慌乱 会乱糟糟 现在经过这么一个下沙整理 然后呢 也一如当初我们预料的 就是V型缓转 然后结果呢 它产生的效果就是 不知不觉地做到洗盘 这样的一个效果 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请问你 洗盘之后 这个时候进场接的人 会急着卖吗 不会 对不对 洗盘之后 筹码得到相对安定 对不对 那么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 今年剩下四个月的行情 你自己想一下 答案是有利嘛 然后呢 现在会告诉你 这个恐慌衰退的那个担忧 已经缓运完毕消化完毕 从九月开始 九月到第四季整个三个月 就是今年接下来这四个月 都还不要讲八月 就是接下来的四个月 美股走高的机会很大 会带动台股走高 然后当初恐慌性抛售 不惜任赔杀出的人 到最后会看傻眼 原来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叫经济衰退 失业率4.3% 叫做经济衰退 别乱讲了 懂不懂 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是4.0% 4.3% 情况很可以的啦 你绝对不可能说失业率4.3% 叫做经济衰退 没这种事 所谓衰退的担忧是有点夸大 被华尔街利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 股灾之后 纯粹就技术面来观察 筹码被洗干净了 洗盘的效果意外的出现了 这个有助于今年接下来的四个月的行情 你没有洗盘过的话 你要花时间在那边整理 你现在洗盘过了以后 其实筹码都整理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应该会找各种理由来进攻 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 美国联准会的降息 好 那么现在简单讲一下 降息是这样 这个联准会降息的理由跟金融市场 在讨论降息的时候的理由其实不一样 联准会根本不是要去 所谓预防性降息 叫做预防经济衰退 所以来降息 不是 它的降息的逻辑 我之前已经有讲过 今天这里只是讲重点 就是说它保持利率比通膨率高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一个紧缩政策 那现在因为通膨数据的放慢 那么使得联准会有降息空间 但是这个降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降息是要搞宽松 这一次的降息是从过度紧缩转成正常的紧缩 降息之后 利率还是比通膨率高至少两个百分点 这个不叫宽松 这个不能说是宽松 所以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的降息是还是要维持紧缩的 以前的降息是要搞宽松 不一样 再来讲一个重点就是 根据以前的降息 那股市会出现大跌的行情 然后经济也可能会疲软 请注意 以前的降息跟这一次降息不一样 以前的降息是要刻意搞宽松 因为泡沫破掉 从股票市场的网络泡沫破掉 到房地产泡沫破掉等等 新世纪以来有两次泡沫破掉 带来经济的衰退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有金融风暴 金融危机 它带来联准会的降息 因为联准会要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 它也带来经济的衰退 因为金融危机 最后会带来实体 传到实体经济会带来衰退 所以有人就把联准会降息 来应对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 去跟衰退连在一起 认为降息之后带来衰退 这一次不是这样的 这一次的降息根本不是因为泡沫破掉 经济陷入困境 不是的 现在是继续保持货币紧缩 但是因为通膨有放慢 所以呢 保持两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件事情 让联准会可以稍微降息 降了息之后 利率还是比通膨率 就是核心PC还要高两个百分点 是这样来 所以这一次的降息 不是因为要面对银行危机 金融危机 不是要避免金融风险 因为以前有金融风险的时候 虽然降息 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实体经济陷入衰退 请记住这个 是有银行危机 一方面带来降息 二方面带来经济衰退 然后来观察的人以为是降息之后带来经济衰退 其实不是 因为背景是金融风暴金融危机 现在有吗 现在没有 这一次降息没有金融风暴 不是为了金融风暴降息的 所以这一次的降息理由跟之前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的降息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带来经济衰退 如果有经济衰退 我不是说一定不会有经济衰退 而是说如果有经济衰退 也不是市场所以为的这种情况 金融市场的所谓降息 这一次真的是歪打正着而已 然后他们可能解读 他们对联准会逼宫成功了 其实联准会有自己的逻辑 就是说利率超过通膨率有两个百分点 至少两个百分点 就观察这个货币紧缩效果 因为政策有滞后性 从政策到产生效果有时差 这个落后时差的话 也许六个月九个月等等不一定 那所以联准会乐于在这个利率水平去观望 让紧缩效果不断的表现出来 尤其很多价格是要换契约的时候 换约的时候才会更新价格 所以联准会必须等待 这是不得已的 那联准会降息的真正动机 是因为通膨率降下来 现在核心的PCE是2.6% 平均利率水平在5.33% 所以保持两个百分点差距的话 就是通膨率要降到3.3%以下 那现在2.6%嘛 所以呢有降息两码的空间 接近3码 那要看接下来的数据 如果接下来的数据通膨继续走软的话 那么今年才有可能说降3码 那么联准会呢 如果今年到目前为止 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可以降息两码 有两码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以为联准会会在9月的第一次利率会议上 就把子弹都打光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这样 联准会可能9月是降息一码 12月再降息一码 降两码 如果是两码的话 如果三码的话 才会9月11月12月 每一次利率会议 剩下的三次利率会议 每一次都降一码 这样才会全年降三码 那不管是怎样 由于股灾 让恐慌情绪宣泄 让卖压宣泄 那么接下来的话 行情其实比较好走 这个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行情缓弹到起跌点 然后最后超过 然后创历史新高之类的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发现 股灾等同于在洗盘 然后对美国联准会来讲 降息可以支撑 那个股票市场的行情 因为这一次的降息 是指正常情况下的降息 不是说今天有泡沫破掉 或金融危机 所以在那边降息 其实那个时候降息 是因为金融部门 已经有状况了 它会带来联准会的降息 也会带来经济衰退 那你看到两个 这个不叫因果关系 这叫统计相关 统计上的相关 他们就是有一个因素 有一个因素叫做A 它造成了两个结果B跟C 那么B跟C不是因果关系 B跟C是统计相关 在统计上有关联性 因为他们被共同的因素来驱动 那个因素叫做金融风暴 银行危机等等 然后呢它会逼联准会降息 它也会给尸体经济带来收缩的效果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 有时候把统计上的相关 理解为经济上的因果关系 那是不对的 好 总而言之 鲍娥的降息呢 通常正常来推估 就是它今年至少有可以降两码 如果通膨数据再继续降的话 那说不定可以降到三码 它是至少两个百分点的差距 不是说一定要正好百分之二五 不是的 要比百分之二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可以的 就是说那个利率比通膨率 要高出至少两个百分点 这样子 百分之二点三百分之二点五都OK 就是至少两个百分点 然后观察这个政策的滞后效果 是这样来 好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包括这一次的降息 跟市场所理解的不一样 它不是预防性降息 它不是因为这个 经济衰退的问题 然后它是因为通膨数据的走低 使得联准会维持紧缩政策 货币紧缩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还是可以这个继续紧缩 降息降的一码或两码 其实整个利率水平来看还是紧缩的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去问说 包尔在台北时间星期五晚上十点的那个 全球央行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其实它讲什么大概都 应该也算清楚了 那么将来的变化是9月6号 9月11号 还会有经济数据发布 那那个时候联准会已经进入那个 接末期 不能讲话 不能再讲话 那么静待开会 那开会的时候 这个估计 那个联准会不会去满足市场 希望降两码这样的期待 而是会降一码之外 给未来地率政策的展望 就是未来会不会继续升息 这样的一个故事 联准会会应该 他应该会把这个降息的前景 降息的展望再讲得更具体一点 然后至于这个其他的话 他可能就跳过去 所以联准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 让市场知道9月降息一码 但是接下来有可能会继续降息 而不是在9月就把这个 所谓子弹都打光了 那也不是办法 所以联准会估计会相对保守 会保守一点强调 不断地强调 对付通膨是最重要的任务 那如果像当年 那个福尔克时代 那个把基准利率调高到20% 那当然带来衰退 严重的衰退 对不对 可是最后也还不是一样 救了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跟美国一样 股市基本上在走的是上升趋势 然后上升趋势还没有走完的话 那么还有可以期待的地方 那么我们对包尔主席的全球央行年会的演讲 就点到为止不用太在乎 因为他的政策逻辑已经摆在那边 那么联组会以对抗通膨为主要目标 必要使六亲不认 不管经济衰退 不就管 甚至于他缓过头来 说不定还要利用经济衰退 来给通膨降温 那这个我们对于联组会降息的展望 基本上就是讲重点讲完了 基本上他是会比较比是行动上比市场期待的保守 但是论述上来可能跟市场期待的比较一致 就是说他九月降息一马 但是预告着接下来的降息的那个路径 这样子让华尔街比较安心说 起码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了 这样的话对美国股市应该是好消息 就是说美国股市在接下来四个月 应该还有机会继续创新高 好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